7月22日报道 30岁孕妇德维来自印度安德拉邦的科塔瓦萨村 这个地方十分偏远 没有公路连贯 7月21日 德维在家中面临分娩 最后家人只能用木装 粗布搭建单架将她送往医院 德维的家与当地最近医院距离6公里 德维分娩当天没能在医院待产 家人只能人挑健康的风势将人送往医院 德维的家人用一根木装 一张宽大的粗布 做成临时担架 德维在粗布中躺着 有两名男子排着她 一路上德维一马上就将分娩 她不得不紧紧抓住粗布条 表情十分痛苦 从小村庄到附近医院 需步行1.5小时左右 山路有不少的水坑 而且表面泥泞 他们既要考虑尽快到达医院 又不得不照顾到德维的身体情况 所以步行速度也十分缓慢 所幸的是 在德维到达医院后 她顺利产下一名女婴 目前母女两人的状态良好 德维家人还透露 产科医生曾建议得为 在预产期的前三天住院 但直到最后一天 都没有得到住院通知 才遭遇如此险境